第一個安裝 它放在雲端上面一個練習系統 會有一個Java CAI 裝完之後會有這個目錄 我們這一題是 210 所以在後面10的目錄裡面 02就是2 210 然後會有Exam Exam是裡面空 將來可能到考場的時候 他會給你這個檔 JVD02 所以你將來考試的時候 記得就是從那個指電幕裡面 那你要怎麼把它放過來 開個專案之後的話 那我的習慣就是你可以把這個檔 直接搬到這邊來 這樣就可以了 放在哪裡呢 放在Source 或者是它的套件 預設套件 它會自動幫你建一個預設套件 Copy過來 Copy過來之後的話 它會有個XX 先把它打開看一下 名稱不對 它叫JVA 有沒有 所以你記得第一件是把按右鍵 重構 裡面有個重新命名 把它改成什麼 JVA 有沒有 02 按個確定 這樣就OK了 好 然後另外呢 它這邊好像刮弧 是不是有對稱 有沒有 他莫名其妙幫你多一個 他是不是要考你 記得你這個點擊它 它對應的是這一個嗎 這一個是對這一個嗎 這個是什麼 多出來的 刪掉就好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裡面的程式如果你沒有 將來如果當然你 不得已 會不會沒辦法再更改成 實用期 如果說你要 硬著頭皮要考進階的話 那答案在哪裡 其實有個地方 官方或者是其他題 如果你要找官方版的話 記得再把雲端上面那個 什麼 SENUP DJ 那個反主義 安裝好 對不對 這個時候的話 請你再到什麼呢 剛剛這個目錄裡面的 這個有個 STD 它會出現什麼呢 CLUS檔 JVA的CLUS檔 你裝好之後的話 Source就會有了 都在這裡 但是呢 可能會有問題的是哪裡呢 可能會有問題的是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看不懂 對不對 現在沒關係 你就把這些全部都把它Copy起來 包括就是說 從這個吧 從這邊 CLUS一直到底部 把它複製一下 再貼到哪裡呢 貼上來 就CLUS到這邊把它貼上 但是呢 會有一些 錯誤發生 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有 好像貼上就沒有 沒有問題 因為上面有個IO 那可是問題你這個看不懂怎麼辦 沒有關係你把它執行過 這個東西 有沒有 它因為它是用unicode的方式去編碼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什麼 把它複製一下 再把它貼到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有沒有你執行過之後的話 貼上 這個就是 這個 然後呢 請輸入字串有沒有 其實這個就是這個 然後把這個貼上 因為你這個編碼都unicode 斜線U嘛 後面就是它的編碼位置 那一樣的方法啦 就是說你把這個地方 然後請輸入字串 也許你就輸入什麼 Enter過有沒有 他會請輸入要搜尋的 這個你再把它複製 然後下面這一行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 我們顯示的啦 以此類推啦 你就把它這樣貼貼貼 其實都變成 最後做完之後 看到的結果 就是這樣子 OK了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 這個實際上就是官方版的 那個sauce 其實都找得到啦 所以如果有些 但是呢 裡面 我不是全部都照那個官方版 因為我覺得有些官方版寫的實在是 太 不好瞭解了 比如說明明用scanner很簡單就可以把它讀進來 為什麼你要buffreader呢 那他題目裡面又沒有說一定要buffreader 所以你幹嘛要用buffreader拿石頭雜誌的腳呢 這個東西說真的 很好用 可是 他很麻煩 他要怎麼用 我想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最後做出來的結果會剛剛一模一樣 也是跟scanner一樣 也是讀進一個字串 好 那只是差別 scanner只要宣告一個scanner 然後用syssonin把它讀進來就OK 但是他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 一樣他要宣告一個 就是一個 物件 也有名稱叫小雪的buffreader 然後一樣是從syssonin裡面去讀 然後後面他需要加一個參數 為什麼要加這個參數 在說明檔裡面有說明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另外他必須用tricache包覆 如果你沒有tricache包覆的話 他不會讓你過 所以需要一個iOS exception 這個頭尾一定要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他會產生錯誤 另外呢 他是用什麼呢 我們用net line 把它讀進來 那他是用什麼 read line 其實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好像也沒有比較厲害 不過反正你至少多知道一些 一個方法 將來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到 你要用哪一種方式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不同 就是 scanner變成buffreader 其他沒有不一樣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他讀進來之後 他用的index of 有沒有 我講過 如果說 你可以給一個參數 也可以給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指的 就是說你這個 文章裡面要找的關鍵字 如果從頭找 不指定他的位置的話 那你就給一個參數就好 那你會發現 很奇妙他就是用一個位置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要往後面找怎麼辦 他是說 這邊他先判斷是不是 負1 負1的話 表示什麼 找不到 他這邊先 先找一次 然後如果是負1的 表示找不到 那如果 else表示找到了 他會在第1次的時候 輸出第幾個位置 找到 然後呢 再把這個i i的話 就是 指的是找的位置 然後再把第1次 找到的位置 輸出 接下來 可是這個上面 只有找到位置第1次 那第2次怎麼辦 很奇妙 我們第2次是 後面 index of 後面會有一個 往後找的位置的第2個參數 可是他沒有 那沒有怎麼處理呢 他用一個叫做substream 所以我剛剛講過那個substream 非常重要 其實很多時候呢 如果你要把 什麼呢 不需要的 就是說你要某一個文章好了 或者某個字串的某個部分要留下來 那你就是用substream 那我要留下來的部分 比如說我已經找到的那個 前面的部分就不要了 我要從後面的位置繼續切的話 切字串 就是要用substream來切 那這個地方因為 可能這樣敘述 比較不容易 所以我們用除錯模式來看 那我把中斷點設在這邊 設在這邊 這邊設幾個鐘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他這個怎麼跑的 比如說我今天 一樣我先在這邊 輸入這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是我們要找的字串 他用bufferreader 幫我讀進去了 那要找什麼 找ry 這個我想前面都有用過了 那你會發現呢 他會跳到這邊 那第1次的話 因為找到有沒有 這個剛剛講到這邊 第1個第幾個位置 第3個位置 那實際上就是 找的位置是在這個 往上面找應該是在這邊 加1這邊 有沒有 那也就是i 是找到的位置 加1就是 第1次找到的位置 那再來呢 我把它中斷點停在這邊 那問題來了 就是說這個 我要往後面找 勢必我要怎麼樣 我要把 就是說 找到的這個位置 有沒有 然後切掉 不要 繼續往 後面這邊找 也就把前面 那些東西切掉 就是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substreet呢 他到底在處理什麼 實際上就處理 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把這一行 把它執行過 那現在s裡面是這一串 那我們來執行過 OK 然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 我把這個substreet 切出來之後 然後再去找 找 就是說我切完之後 再去找的位置 他就 return給我一個 一個值 然後 再來 往下找 然後 再判斷一下是不是 等於-1表示 沒找到 所以這邊的話 s裡面的substreet substreet裡面 那substreet裡面的 這個 切出來的 這邊後面要給一個 有沒有 beginindex 從第幾個字 從第 從第 那個 從第2個字 再加1 從第3個字開始找 他找到 找到位置是 return回來 k是 4嘛 所以 這個地方就是 等於是 又往後面找 又要在這邊 變成說你要把前面再跟後面接在一起 才會找到後面的位置 所以這個k 後面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找到之後的話 第一個當然k的位置 4 那剛剛有3 所以他再把k再加上 剛剛的位置 然後再加上1 再丟給追 所以 寫法上面我覺得 真的是還蠻 因為不是我寫的 所以我其實說真的 我看的是很憋 不過這個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你會發現他把這個k找到 之後的位置 然後再加1 丟給什麼 丟給追 追就找到是7 對不對 7再往下 然後再往下找 再輸出一個8 為什麼變8 就再加1 所以這種是什麼 他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 找到第一個位置 再往後面找 那因為切掉前面了 所以前面切掉3個對不對 切掉3個之後 那又找到第4個 所以把剛剛的3 又加回來 然後加回來之後呢 還要再加1 為什麼 因為他 7是指的是他的位置 所以再就輸入8 那後面再怎麼找 再切 把7也前的又切掉 然後再往後找 找到之後又再把7加進來 再加1 所以 比較麻煩 這個請供各位參考 所以這邊地方的話 最後 把它執行過 結果應該會是 一模一樣的 就是跟我們那個 剛剛寫的方法 應該是一模一樣 可是你會發現 比較麻煩 而且理解上面 我是覺得 比較不容易 所以這個地方 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個是官方版的 那個 最後的結果 做法上面 我只要幾個 第一個 你們可以 安裝什麼 安裝那個 練習系統 那其實這些東西的話 我都已經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應該都找得到 在那個 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是 setup DJ 就是那個 反主義的部分 另外那個 學哥 測驗系統在這裡 那你裝好之後的話 你可以再到 你的根木屋底下 就是 C碟底下 去找一下 這個東西 裡面的 10 有沒有 後面是10 那第二類的話 是這個 STD 原來 他是 沒辦法開啟 那因為裝了setup DJ 就會有source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把它放在這邊 把 一些本來是亂碼的 改一下 就要了解一下 這個裡面的寫作邏輯 那這個是官方版的一個 這個 解答 那這個當然 其他的題目 你也可以利用同樣的方式 去找到 參考的答案 這一題當然 你看他的解法 就多了一個叫 substring 就是說 如果將來 你要 把那個 從哪個字串以後切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用substring 去做 切割字串的這個動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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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